今天我們來到旺東金磊街的長機廚傳 用街坊的間諜來吃適合帶著煮的食物 我們進去嘗嘗吧 今天我們來到旺東金磊街的長機廚傳 老闆還特意推薦了喜歡的訂閱給我 我們先嘗嘗桌面這幾款 這就是生蕭聖子王 它用剩的聖子王每一款都是豆腐囊 所以很新鮮 而它的煮法就是用了明濃生蕭 令它的肉汁更加鎖住 它的開草還可以帶出它的鮮味 讓我來嘗嘗這個生蕭聖子王 好嗎 這個聖子王很好吃 它吃下去的時候還會吃到它面材用的 炸蒜和生蕭的味道 因為它吃到其實很簡單 已經很有它的海鮮味了 吃完聖子王之後 讓我來嘗嘗這裡的主打菜 超滑蔥油仔 聽老闆說 原來這個製法是比較特別的 它用了很多名貴的藥材 例如天馬 當歸這些比較常得的藥材 去浸熟雞 讓我來嘗嘗 嗯 它真的是很香很香的蔥油味 而且它吃下去的鮮肉 就會感覺到很滑很滑 咬到它的雞肉是不會硬 不會滑很難咬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飽 而且原來它用了很多藥材 但又沒有很重的藥材味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喜歡吃 接下來介紹就是這一種燉湯 這種燉湯每天都會用不同的新鮮材料去做 例如有海星、木瓜、尺羊、雞 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配搭 總之包你們都會有驚喜 讓我來看看它又是什麼湯 有我喜歡吃的木瓜燉雞 讓我來嘗嘗 很厲害 這個燉雞的湯也不算多油 本身燉雞就會比較滋補 而木瓜就會比較鮮忍 當它們兩樣東西平衡的時候 就有潤而不粗的效果 本來我覺得它這個都比較鮮甜 很滋 除了湯好吃之外 連雞也很好吃 想不到它燉了幾個小時後 雞還是很滑 喜歡健康的朋友呢 我就一定介紹這個海鮮窩給你了 這個海鮮窩除了用海鮮去熬過湯底之外 還用了番茄、瘦芙、蘋果和洋蔥 一起熬製 所以很健康 而且在這個海鮮窩 還送這麼大的火鍋配料 這個火鍋配料裡面有大眼 大大隻蠔 還有一個叫做蟹子黃金卷 而什麼叫蟹子黃金卷呢 就是用了蟹子 物魚窩去釀入油炸鬼裡面 很創新啊 讓我嘗嘗嘗 我都沒吃過 好啊 它很特別啊 它的油炸鬼呢 是會吸收它的湯裡面的味道 就是那些 發脊酸酸甜甜的樣子 所以在外面是沒吃過 這件事真的要來這裡試一試 還有呢 它的牌子呢 它會黏在蜜魚窩那裡 就不會凹出來 我覺得它是比較特別的 還有啊 老闆說 如果你只要點這個海鮮 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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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喝它的湯 因為真的很好吃啊 說明是街坊的價錢 不升級的食物 當然是不少這些激品啦 這道鮮包扣療心 用的鮑魚一看就知道 就用了七口九口的南味鮮包 而這個療心呢 不妨給個健康小貼士給大家啦 療心有高膽質 還有低膽護神 所以沒有健康 很有益的 大家都知道鮑魚扣療心 最重要的是那個醬汁啦 而老闆呢 都沒有在重那個醬汁怎麼煮的 所以用了 和王 筋頭頭 瘦肉 和花膠一起去煮 你說離不離開呢 這道就是海底生燒烘烘烘烘 老闆還特地去選一些 本地的新鮮烘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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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 果然很好吃 而且老闆說它是首先煎香了雞 令它的肉汁更加鎖住 而且少油一點 更滑一點 我吃這塊的時候 它是連雞皮咬下去也不會太油 很高 超好吃 而且它的自家製的醬汁 是令它辣得來 又不會服它的雞腿 超棒的 這一鍋就是雙冬羊腸鍋了 什麼叫雙冬呢 就是冬菇和冬生 它還用了一級的黑醬汁去做這個樣子 而且還用了羊肉的肉汁 一起去做湯底 令它更加香更加濃 讓我來嘗嘗 果然是很特別 它的皮咬下去是很滑很軟 很軟很重 而且它用了羊肉的肉汁去做湯底 令它的羊肉更加濃味更加好吃 大家一定會很喜歡 亦還很濃味 哇…好飽啊 我吃了海鮮鍋 自尊香臘雞麵 還吃過甘寧貴的鮮花球療心 果然是升級 connector 讓我下次再騙一班朋友過來強忌小船再食禍 強忌小廚的地址是 旺角金林街31-33號地址 大家可以搭檔檢 在旺角站E1出口出 如果搭巴士的話 就可以搭13B 16 904 905 265B 在旺角街市路車 沿著廣東走到三個街就會見到 有魂都可以搭檢市小巴 21機3號 都可以來到強忌小廚